在我眼中,我覺得他們不是普通動物,他們應該是一個運動員 馬不懂得告訴他們哪裏不舒服,哪裏痛,所以跟他們要小心檢查 當然,馬醫院的設施在世界上是比較先進的,所以在這方面幫助我們不少 我們的醫院有個室會和工具有個室會的設施 我們最近有一個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achine, MRI, 為了解困難受傷害的問題 我們是一名的一名最大公司的設施 我們有很多專業的設施我們使用在駕駛 一些是駕駛和駕駛 我們有一個醫療和醫療組織 他們在操作和操作的藥物 這保證我們沒有任何醫療或醫療障礙 跟其他醫院一樣,我們的外科手術小組 是二十四次後面的 隨時準備和慢慢做緊急手術 我們有100個手術需要全身麻醉 當然,預防始終是勝於治療 所有肥皂貨物在香港 都要合同的保證規定法律 這些肥皂貨物是限制的 所謂的保證規定 他們必須在保證規定的時間 保證規定是保證規定 無症状進入總統的肥皂貨物 我們馬匹的健康紀錄是非常之完整的 而且所有的資料都輸入了 這個馬匹診療資訊管理系統 或者叫做VMIS 這是我們馬匹自己研發的系統 在全球的手衣家是首創的 這個系統更加在2007年 榮獲CIO亞洲資訊科技大獎 我們會做出很多突破性的研究 然後在國際授醫會議上分享我們的成果 目的就是推進診療技術的發展 不經不覺眨眼就做了23年 回想起來 當初真的沒想過馬匹會帶我走到這麼遠 沒有人 我活了 我 iTunes 都